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这支影片 今天这支影片要给大家来介绍 如何自己在AWS上部署自己的私有机场 然后也可以在私有机场上去创建自己的静态IP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请接下来往下看吧 首先我们进入AWS账户 进入之后,我们在右上角 你可以看到它有国家的节点、区域 请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国家以及地区 这里我给大家来介绍如何自己创建美国的私有机场 然后我们点击第一个US East 1 其实也可以选择US的East 2 或者是US的West 1或者是US West 2 这些都是美国的 然后这里面我选择预设的第一个机可 然后我们选择EC 2 如果这里面没有EC的话 我们需要在这里面输入EC 2 然后点击第一个 它是属于像需要服务在云端 然后我们点击第一个 这里面有个instance running 这里面我们需要选择launch instance 大家如果这里面的界面不是英文的话 建议大家选择英文 因为我本人在学习AWS的时候是使用英文学习的 所以说我对于中文并不是很了解 然后我们点击launch instance launch instance之后 我们这里面选择Ubuntu系统 然后我们玩下拉 下拉之后这里面我们可以选择它的大小 它的大小T2.micro就足够用了 然后这里我们选择一个key pair name 这里面我们随便选一个即可 如果大家这里面没有的话 可以自己创建一个epair 这里面我们都不需要动 然后我们预设的8G即可 然后我们这里点击launch instance launch instance之后 我们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这里有一些小伙伴会直接去连接 这样的是连接不上的 因为它那个EC 2 它那个伺服器 它正在创建当中 我们现在是无法连接的 我们需要等待大约半分钟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它现在是已经分配了一个IP 3.8 2.1 2 0.2 1 然后这里点击连接 然后我们选择使用root用户进入 点击连接 连接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已经进入这个 Ubuntu系统的终端机上了 然后我们需要安装Docker 这里面我有一个自己做好的一个命令 大家如果想要用我这个命令 安装Docker的话 可以进入我的留言区 或者是我的影片简介 可以将这个拷贝下来 然后运行 这里面我们将这个拷贝下来 然后放到我们的终端机上 然后粘贴 然后点击return Windows系统是回车 然后我们要等待一段时间 去安装Docker 这里面我们需要type enter 我们需要输入enter 然后回车即可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Docker已经安装成功了 然后我们可以输入Dockerps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有这个命令 就代表它这个Docker已经安装成功了 然后我们这里面返回到我们另一个界面 叫3xui 这个也是这个人他已经把我们脱管到了Docker hub上 所以说我们直接直接Docker pull这个就即可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Docker compose.yaml 然后我们返回到我们的ec2 然后我们输入vi 然后这个Docker compose.yaml 然后我们输入i 因为在这中端机上是输入i 然后我们将这个拷贝下来 然后粘贴到这点 终保存 终保存之后 我们怎么运行呢 我们是需要输入这个Docker compose.up.d 但是它这个应该是需要安装这个Docker compose 我们来尝试一下 我记得应该是安装的 你可以看到它是没有 它没有的话 我们需要安装apt 我们需要将这个拷贝下来 然后粘贴到这个 我们需要apt install docker compose 然后输入y几个 安装成功之后 我们再运行一次 这个Docker 你看到它现在正在帮我们 从远程的Docker Hub上去拉取这个镜像 你可以看到现在Docker已经拉取成功了 拉取成功之后 我们怎么用呢 这里面可以看到它有一个 就是说输入你的IP 加上个连接簿2053 然后它的用户名和密码都是Admin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IP 需要换入我的本地的IP 就是我们这个分配好的这个IP 那么绘持 这样的话它其实是连接不到的 因为我们并没有开2053这个port 之后我们需要返回到这个insistence这个实例 然后我们需要返回到security 可以看到中文应该叫安全组 然后点击这个 然后我们点击安全组的这个 这里面我们需要添加一些bund rules 就是相当于它这个port的这个 我们需要开启 开启什么呢 开启我们刚刚2053 然后还需要再添加一个我们需要添加一个80 而这里面 它的这个cidr blocks都需要填选择所有的 就是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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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然后点击save rules save rules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回车一下 这里面还是连接不上 这里面连不上后 我们需要OK 这可以连接上了 然后密码和用户名是 然后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它这点显示security alert 就是它这个连接 因为它并不是很安全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自己去创建一个tls 这我就不给大家创建了 这里面有个inbound inbound的我们需要添加一个inbound 然后这里面我们vmess这个可以 然后listenmp我们不需要动 我们直接将这个cord输入80 然后这里面我们transmation 我们需要选择websocks 而其他都不要动 然后点击create 之后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就有一个相当于连接机场的 有个qr图码啊这里面我给大家来展示要图码 这里面我用手机去扫这个kr图码 然后我可以打开这个app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这个手机打这个app 然后我们去点击添加 扫这个kr图码 扫图码之后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第一个就是3.82.120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 然后我们点击 然后我们这样可以测计 你可以看到它是gpconnectiontook 5888毫秒 然后我们怎么用呢 然后我们再返回到这个 我们查一下我们的ip是哪里的 你可以看到ip是3.82.120.21 然后国家美国 然后是华盛顿 然后我再来测一下 我来测一下这个网速怎么样 下载速度看看它是多少mbps 大概是72 71这样的73 它那个速度大小取决于它那个instance 它的cpu大小 你可以看到它那个下载速度还行 它的下载速度就可以你可以除以8就相当于大约是99mb每秒钟 而它这个上传速的稍微慢一些 如果大家只是看影片的话 其实完全可以使用这款机场 然后我们返回到这个这个手机这个端 然后我们返回到这个instance 大家如果不想用怎么办 不想用的话 我们可以返回到这个instance 然后直接点击instance state 然后我们点击stopinstance 如果我们stopinstance的话 我们这个伺服器就vps 它就不收费了 但是它的ip会release掉 就是没有了 但是如果大家想要一个净他ip的话 这里我们就需要去在instance里面去创建一个ip 比如说在这里面有个network然后security 然后在这个instance的ip里面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ip 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us east1的ip 你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听到之后 你可以看到我们分配的ip 叫3.216.73.69 这是我们的ip 这里面就是我永久的ip 如果我不去release掉这个ip的话 这个ip就永远是我的 然后怎么用的ip呢 我们需要进入这个ip 然后我们需要去绑定这个ip 我们绑定ip我们选择哪个呢 我们需要选择这个 就是我们刚刚stop的instance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是不是刚刚我们因为这id 我我我确认一下这id是不是 这个就是我刚刚去stop的 就是结尾是16 16那正好 只要我们需要绑定这个ip 绑定ip的话 然后我们需要连接 这样连接的话 我们这个净他ip就已经实现了 然后我们再返回到这个instance的时候 最后我们再重启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分配到 我们刚刚分配这个69了是吧 然后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伺服器 现在这个状态是关闭状态 然后我们再返回到这个手机 手机上你可以看到 我们再拼的话 它就拼不同了 因为这个伺服器已经是关机状态 但它现在是不守备的 然后我们返回到这个 我们再开机一下 开机的话 就相当于对着伺服器去进行开机状态 开机状态之后 我们我们再返回这个就用不了了 因为这ip已经变了 这个ip就是我们刚刚在instance 就是我在我们这个ip里面 去分配的这个ip 你可以看到吗 我们需要这个ip靠不下来 这ip就是我们永久的 然后我去再重新输入一下 你看到它 你可以看到它们又又重新进入这个页 这里面我进入这个英镑的 然后需要再重新扫码 因为它这个ip变了 ip变的话 我们返回到这手机 然后我们再去去扫这个码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ip是3.216.73 对吧 然后我们需要输入这个 然后我们再聘请 你可以看到它又连接成功了 这里面我们再返回到我们那个测试 那个我ip是哪的 比如说where is my ip 你可以看到它变成3.216.73.69 然后这个ip就是永远是我的 你即使即使大家这个vps 我们删掉 这我现在不想用了 我是永久删掉 这是永久删掉 我删掉了 我这个vps就用不了了 但是我这个ip永远是我的 只要你ip不释放掉 你可以看到这ip 我可以绑定任何一个vps 比如说我不喜欢这个机场 我可以换openvpn 也可以换成vergar的vpn 可以换做任何vpn 然后如果我们想不想用这个ip的 不想用这个ip 我们需要release掉 因为这个ip它是按每小时收费的 每小时大约是0.005美金 一个月的话是3.6美金 那么需要进入这个 让我们点击release这个ip 他现在是可以看到 它是已经被绑定在其他意思的 所以说是现在是无法去释放 那我们返回到我们的这个EC2实力 它现在是没有的 没有的 而且它已经是正在 它现在是正在删除当中 所以说需要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才可以去release到这个 那我们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可以release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订阅我 然后我会定期去出一些 关于如何去使用AI 以及软体 以及如何去搭建自己的vpn 好了那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大家如果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 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收藏我影片或者留言 我会帮助大家的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影片频道里面 比如说我自建的 比如说自建vpn和vps服务 大家如果不喜欢某一个方案的话 可以选择另一个方案 这里面我给大家来部署openvpn 然后在免费的 在oncle上部署openvpn 以及vrguardvpn 以及就是操作点几个按钮 也可以部署自己的vpn 以及在azure上 或者是在azure上部署v2ray 很多方法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我们的影片 还有就是比如说评测vpn 比如说自己安装AI软体工具 以及AI语言客龙 就是说这是我的频道 如果大家喜欢我 别忘了订阅我